欢迎您收看《消费简报》 在中国的摇滚之城 音乐迷被鼓励放松自己 但不能太过放纵 彭博社 中国在石家庄市举办了为期三个月的音乐节摇滚故乡 这个活动旨在刺激经济 但也凸显了官方推广青年文化与共产党控制公众行为的冲突 当局过去曾经改变歌词以适应自己的需要 摇滚音乐由于反叛和虚无主义的关联而受到怀疑 政府已经改写了由全能青年社演唱的 杀掉石家庄的那个人的歌词 以减少对这座城市的批评 中国昆山杜克大学的副教授安德鲁·菲尔德表示 共产党自上世纪30年代以来一直在推广民间和流行文化 然而这个音乐节也并非没有问题 一位表演者暴力香槟乐队的主唱 在演出期间脱下裤子被拘留并罚款 当局还取消了其他音乐节和活动 中国的铜业本应蓬勃发展 但目前却陷入困境 蓬勃社 中国是全球最大的铜消费国 但在传统繁忙时期 对铜的需求正在放缓 中国疫情复苏失去动力后 铜价保持稳定 需求疲软引发了投资者的担忧 中国四分之一的铜需求来自建筑行业 该行业受到房地产市场危机的重创 而消费品占需求的16% 预计下半年需求增长将放缓至3.9% 太阳能扩张放缓 家庭购买减少 Coin Richards被指控 在丈夫中毒案中干扰证人 英国独立报 一名被指控用芬泰尼混合鸡尾酒 毒害丈夫的犹他州母亲 现在面临更多的证人干扰指控 检方声称库里李钦斯试图让他的兄弟 提供虚假证词支持他 李钦斯已经因涉嫌故意谋杀 和持有毒品罪被起诉 与他丈夫的死有关 检方还提出动议 要求李钦斯与两名家庭成员保持不联系 因为他们声称他要求母亲 只是他的兄弟作假证 李钦斯对指控表示不认罪 又是一天 阿斯鹏高端住宅市场又有一笔巨额非常是交易 华尔街日报 设计师霍利亨特以7000万美元的价格 出售了他在阿斯鹏的房产 此前他接到了一位中介的联系 希望能够刊房 亨特本来并不打算出售 但最终决定同意刊房 并很快收到了一份报价 亨特在2015年以585万美元 购买了这个占地4.23英弩的房产 并建造了一个拥有6间卧室 面积为13000平方英尺的住宅 这次交易是阿斯鹏市场上 一系列非公开交易中的最新一笔 由于房源有限和开发限制 导致房价大幅上涨 Instacart的IPO定价为每股30美元 华尔街日报 Instacart将其首次公开募股定价为每股30美元 处于预期的高端 全面稀释基础上估值为99亿美元 定价为Instacart在纳斯达克交易所 以Cart为代号开始交易铺平了道路 这次首次公开募股 紧随ARM的成功首次亮相 可能有助于为更多初创公司上市铺平道路 Instacart以每股30美元的价格 进行首次公开募股 达到预期的最高水平 华尔街日报 杂货送货公司Instacart 为其首次公开募股IPO 设定了每股30美元的价格 处于其预期的高端 IPO将公司的估值定为99亿美元 按全面稀释计算 Instacart决定提高目标价格范围 是在上周英国芯片设计公司ARM成功上市之后 该公司的IPO可能为更多初创企业上市提供机会 Instacart将自己定位为一家 能够在行业发生电话时 协助食品零售商的杂货技术公司 提供送货、店内技术、广告和数据服务 强劲复苏仍不太可能 8月经济数据的四个要点 南华早报 中国8月份的经济数据呈现出了洗油参半的结果 零售销售和工业生产增长 而房地产投资和房价继续下降 8月份新增银行贷款大幅增加 表明政策改善和持续宽松 然而 房地产行业投资下降 固定资产投资仅略有增长 整体城市失业率下降 但强劲复苏仍不太可能 专家认为 北京可能会出台更多政策来刺激活动 但警告称 不会出现重大刺激措施 中国股市的暴跌 使韩国人持有的 价值50亿美元的衍生品面临风险 彭博社 韩国零售投资者 因通过结构性产品 持有在香港上市的中国股票 而面临资本损失的风险 价值7万亿韩元 约53亿美元的股权链接证券 ELS面临损失风险 其中大部分与恒生中国企业指数 CI相关 由于中国经济疲软 与西方的紧张关系 以及房地产行业危机 该指数今年以下跌近50% 如果 CI在ELS产品于2024年初到期时 跌破6000点 许多投资者将亏损 这些损失可能对ELS市场整体情绪 产生连锁效应 韩国金融监督服务机构 承诺加强对这些产品的监管 并监测潜在的损失 罗素 布兰德因涉嫌2003年的性侵案而被伦敦警察厅调查 英国每日电讯 苏格兰厂正在调查一项指控 称喜剧演员罗素 布兰德在20年前在伦敦市中心性侵了一名女性 伦敦警察厅表示 他们在周日得知了这一指控 并正在与这名女性联系 据信她不是周末提出指控的人之一 布兰德坚决否认了所有针对她的指控 晚间更新 特鲁多表示 情报显示印度是在不列颠哥伦比亚省谋杀希克教领袖的幕后黑手 加拿大环球邮报 加拿大以抗议希克民族主义者哈迪普 辛格 尼杰被杀为由 驱逐了一名高级印度外交官 加拿大总理贾斯汀 特鲁多在下议院表示 他有可靠情报证明 印度在6月份尼杰被谋杀案中有所设 尼杰被印度政府列为恐怖分子 并参与了希克分离主义运动 加拿大政府并不打算与印度断交 但将考虑采取措施 回应外交事务部长梅拉尼 乔丽所描述的严重侵犯加拿大主权的行为 被驱逐的外交官帕万 库马尔 来自印度外交情报机构 研究与分析议的加拿大负责人 尼杰在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 一座寺庙外被两名蒙面枪手杀害 这起谋杀案加剧了希克分离主义者 与纳伦德拉 莫迪的印度教民族主义政府之间的紧张关系 慈善委员会正在审查罗素 布兰德的借引基金会 英国每日电讯 英国慈善监管机构慈善委员会表示 他们正在评估自己是否有监管角色 因为喜剧演员罗素 布兰德面临性侵指控 这位前频道四主持人 是自由基金会的主席 他被指控 在2006年至2013年期间 在英国和美国对多名女性实施了强奸 性虐待 强制控制和侵犯 布兰德否认了所有指控 周一 喜剧演员的出版商蓝鸟出版社 潘迈克米伦旗下的一个分支的表示 在得知对他的非常严重指控后 将暂停与罗素 布兰德的所有未来出版计划 慈善机构 BAC O'Connor和TRAVI父女儿童慈善机构 也已与这位明星断绝联系 全国报纸和广告公司正面临压力 要求他们调查是否了解布兰德的行为 罗素 布兰德派遣BBC的车来接我放学 这是16岁的控告者说的 英国每日电讯 一名自称是罗素 布兰德最年轻的受害者的女子声称 她曾派一辆由BBC司机开的车 去接她放学 这名女子名叫爱丽丝 声称在她16岁 布兰德30岁时 与这位喜剧演员有过三个月的恋情 她声称在那段时间里 布兰德对她进行了性侵犯 布兰德否认了所有对她的指控 BBC表示正在调查这些指控 莫、法拉和凯利 米洛领衔巴宝利的前排明星 英国每日电讯 Burberry的创意总监丹尼尔 李、Daniel Lee 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一张 带着Burberry格文的玛丽 贝瑞爵士 Dame Mary Berry的照片 为品牌的第二场秀做了预告 李贝瑞已重振这个品牌的任务 他已经为意大利奢侈时尚品牌 Bottega Veneta注入了新的活力 现在他正努力为Burberry做同样的事情 该品牌最近报告的全球收入超过30亿英镑 39亿美元 比去年同期增长了10% 但仍在努力摆脱免税商品的声誉 我遇到了拉塞尔、布兰德 有些红旗 但是这种媒体的审判让我感到不安 英国每日电讯 据独立报一名记者写道 对喜剧演员罗素 布兰德的指控需要由警方和被指控掩盖所谓公开秘密的广播公司进行彻底调查 这篇文章的作者批评了社交媒体用户在没有任何证据呈现之前 就匆忙对此案件进行评判的野蛮围攻 伦敦警察厅刚刚开始调查2006年至2013年间 对布兰德的强奸、性侵和情感虐待指控 视频出现了罗素 布兰德开玩笑说我曾经强奸过一个人的片段 英国每日电讯 根据YouTube上一段现已删除的视频 罗素、布兰德在2013年的一档网络节目中 开玩笑说要强奸一铃女性 目前 这位喜剧演员正面临英国和美国女性 对他在2006年至2013年期间 强奸、性虐待、强制控制和侵犯的指控 尽管他否认了这些指控 布兰德以其粗俗和性化的剧本而闻名 在这段视频中 他还开玩笑说古希腊人与儿童发生性关系 在另一段重新出现的笑话中 布兰德对吉米、萨维尔及其个人助理 发表了暗示性评论 布兰德的喜剧同行李察德、贺林尚未发表评论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 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举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 由专业媒体人、学者、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6度brave.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 都可以通过电邮收到六度简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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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